不是說我們要當皇帝 是你就是皇帝 誰當皇帝說的就是你 趙紮康結問槓上 蕭美琴 一切從這說起 我曾經說要推動內閣制 是因為當總統比皇帝爽 隔天你又說 選副總統可以游三碗水 貝衛該做什麼事情 我清楚得很啊 憲法哪一條規定副總統的職權嗎 你知道嗎 你可能對美國憲法比較熟悉 憲法49條 沒有任何職權 就是貝衛 我覺得你變來變去 讓我不禁擔心 對這個職務的定位跟態度 到底是什麼 會不會造成憲政危機 的確我在挑戰我們的憲政 因為我跟侯友宜 跟這個柯文哲 都希望推動內閣制 承認要衝撞 憲政體制反擊完 蕭美琴的攻勢 這張翻出20年前的外媒報紙 你在2003年10月20號 這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應該已經是 哥倫比亞的碩士了 可是他還是叫你 歐布林 College Graduate 我也不知道該以政治金銅 還是中廣董事長來形容 趙先生 現在國民黨可能就是翻箱倒櫃 很喜歡找20幾年前的一些媒體發言 我是問說你既然已經是碩士了 人家為什麼還叫你學士 你聽不懂我裡面的意思嗎 小女士是提說他們的再生能源做得多好 2025年怎麼可能做到非核家園呢 進度上確實有一點落後 但是我們會極力的趕進度 侯友宜先生主張核電發電量比例 要提高到18% 核廢料你又打算怎麼處理 今天曾經在美國 怎麼處理我們就怎麼處理 美國現在在地下掩埋 挖深以後把它強固起來 而談到賴清德聲稱老家是在萬里既有礦區 趙索康要他別再訴求悲情 自曝家族曾被共產黨追殺的命運 喊話綠音過去就讓他過去 TVB的最終聚會台北報導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帶給您現場盯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深入分析 1月13 1月13 1月13鎖定TVBS新聞網 Milan 4點 國際関 metal 裙響